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我们开启一本新书 恰似你的温柔永远的邓丽君 本书是一部关于邓丽君的传记 书中除了讲述邓丽君的歌坛生涯 对于邓丽君的感情生活以及死亡原因 亦有大篇幅的叙述 作者用唯美细腻的文字 让读者了解邓丽君不为人知的一面 再现了一代歌后的传奇人生 现在让我们跟着作者的讲述 来了解一代传奇歌后邓丽君背后的故事 走进他的传奇人生 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1953年台湾南部的云林县 斜风细雨暖艳泥南 空气中阴晕着泥土的芬芳 这一年就在这样一座风情移拟的小城 一个纯洁无瑕的婴儿降生人间 父母给这个婴儿起名叫邓丽君 邓丽君的母亲很喜欢听黄美曲调 显来无事 她总要躺在床榻上舒展身体 眯起眼睛 听上那么两三段 而这就为邓丽君提供了更多接触音乐的机会 同时也给她埋下较为扎实的根基 也许是因为自幼便受到母亲的感染熏陶 也许是天生就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 邓丽君从小就有强烈的表演天分 每当音乐声响起 邓丽君总是站在收音机前 睁大眼睛 仔细捕捉着那些悦耳动听的美妙音符 她还会喝着节拍 唱唱跳跳 手舞足蹈 学习的样子十分认真 小小的她 不仅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更拥有过而不忘的记忆才能 只听过一遍的歌曲 她竟能哼出十之八九 在她五岁那年 邓丽君对音乐和表演的兴趣越发浓厚 为了更好地培养她 父母将她送入屏东市西苑附近 学习芭蕾舞 然而 这段安稳的岁月只持续到了1959年 这年11月 邓丽君一家因为她父亲在政务上的问题 举加班到了位于台湾北部的台北县卢州乡 卢州乡钟灵玉秀 风景一人 很快 邓丽君一家在此定居 此时邓丽君已到入学年龄 随即她便进入卢州小学就读 虽然家庭拮据 但小小的邓丽君从会懂事 她为了帮家里多领到一些救助物资 便开始跟随大家一起信奉天主教 然而几年过去 邓家的经济状况仍不乐观 一家人只能挤在不足3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勉强生活 但邓丽君乖巧懂事 聪明伶俐 从来都不让父母分心 这让邓丽君父母感到无比的欣慰 穷苦的生活并没有磨灭邓丽君的热情 他也还是那么天真开朗 活泼动人 不管走到哪里 总是快乐地哼唱着歌 也正因为这随意地哼唱 邓丽君竟遇到了给他提供最大帮助的音乐伯乐 恩师常音春 常音春因在路上偶然听到邓丽君的哼唱 不禁跟着他回家 并诚恳地说服了邓丽君父母 让邓丽君跟着他学习音乐 也是在常音春的细心指导下 邓丽君从民谣戏曲唱起 并每日潜于练功 对音乐学习 他丝毫不敢有所怠慢 辛勤的付出总能结出善果 事实证明 常音春果然眼光非凡 邓丽君婉转的歌喉 轻力的容貌 令每一个见过他的人 听过他歌的人 都感到十分眷恋 1963年的夏天 香港著名电影导演李翰祥 指导的黄梅调故事片 梁山博与祝英台 在台湾供应以后 便在当地迅速掀起一次 民众高唱黄梅调的热潮 邓丽君便是其中一个积极的响应者 天生优越的嗓音条件 加上常音春的悉心指教 邓丽君很快就一跃成为 众多爱好者中的佼佼者 邓丽君还参与了当地特别举办的 黄梅调歌曲比赛大会 并在大会中脱颖而出 成为当届黄梅戏比赛的冠军 这次展露头角 使得邓丽君的名字 开始频繁出现在台湾民众口中 更有众多商家 纷纷邀请他登台演出 随着演出机会不断增多 邓丽君的星图也是一片光明 幸运女神的眷顾 给邓丽君的生活带来了重大转变 1965年 邓丽君顺利升入精灵女中 与其中的初中生不同的是 他除了上学 回家帮父母做家务 更有了一份工作 跑场演出 和他第一次参加比赛的际语相同 因为他歌声甜美 形容俊巧 很快邓丽君这个名字 就为大家耳熟能详了 邓丽君成名以后 更是频繁穿梭于各大电台 歌厅之间 他靠演出挣了很多钱 这直接导致他在家中的地位 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邓丽君从一个消费者 转变成供养整个家庭的经济支柱 他极大的减轻了父母肩上的重担 但丰厚的回报 常常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和劳力 随着钱越赚越多 邓丽君的身体也在不断地加速消耗 邓丽君很忙 因为要到处赶场 他很难抽出时间好好休息 更多时候 他总是进最快的速度 穿梭于各个表演场地 从换装到上装 莫不如是 邓丽君必须在尽量短的时间内 顺利演出完 有时他一跑就是一个通宵 还是少女的邓丽君 肩上背负着连成年人 都难以想象的重担 成名的邓丽君不再是当初那个默默无闻的小丫头 除了功课 他有更需要自己上心的歌唱事业 而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 他无法同时兼顾学业和唱歌 邓丽君决定集中精力在歌唱事业上 他便选择了辍学 邓丽君从学校办了退学手续 很快他便加入宇宙唱片公司 正式出道成为一名歌手 当时他只有14岁 这年9月 经过专业训练的邓丽君 在公司的大力包装下 推出个人演唱事业的第一张唱片 邓丽君之歌 第一集 凤阳花鼓 这标志着他开始正式踏入歌唱生涯 1968年 邓丽君在台湾拥有了更大的知名度 其歌艺备受肯定 碎获腰参加台湾最具影响力的歌唱节目 群星会 这一年邓丽君刚满15岁 这是他第一次上电视台表演 群星会是当时台湾唯一一个歌唱节目 同时也是受众最广的电视歌唱节目 每个台湾歌坛的实力派新星 都是从这里走上自己辉煌的演艺事业的 在台湾 这档节目就是权威 就是说服力 所以 很多红遍东南亚及中国港台地区的歌星 都是已经在演艺圈里 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 才有资格前来参加节目 当灯光音响各方面准备就绪 邓丽君和其他几位新星歌手 一同站在舞台中央 虽然 此前邓丽君已有过多次表演经验 但毕竟这是他第一次面对摄像机 那个黑黑的摄像镜头 似乎能轻易窥探到 他心乱如麻的内心世界 也许是他脑子太乱 当时他真的太紧张了 以至于歌曲旋律响起 轮到他开口唱时 他只空空地张大嘴巴 却没有一个熟悉的音符 从里面跳脱出来 这一幕把在场的所有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吓坏了 当年没有先录像 后播出这回事 一切都是现场直播 一个质量高档的节目 发生这样的丑事 制作人甚至挤得猛拍脑袋 把仍旧站在台上不知所措的邓丽君生拉下场 有了这一次不光荣的表演经历 从那之后 邓丽君被各个电视台冰封冷冻了很长一段时间 不过既然注定经验 一次血藏 怎能掩盖他的光芒 邓丽君之后又再次凭借自己突出的唱腔 独特的表演魅力 最终顺利成为群星会节目的固定班底 这代表着邓丽君的歌艺表现 已经完全获得全台湾最具权威的歌唱节目的肯定 更值得骄傲的是 他算是征服史上年纪最小的一位红牌歌星 或许是因为邓丽君从不刻意去追逐潮流 才能为自己寻得一片干净的天空吧 当时很多明星在上台表演之前 一定要浓妆艳抹 好突出演出效果 但邓丽君因为年纪小 加上他从来都喜欢保持淡雅 故在观众看来 他倒是一群人中最为突出和容易辨认的那个 在一群妖野的成年女星人群中 邓丽君以一只小河的清新姿态 屡次出现在电视观众的视野里 这只小河很懂得沐浴阳光 吸收雨露 每一天都在茁壮成长 很快就脱颖而出 成为群星会最受欢迎的明星 好了亲爱的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读到邓丽君难以兼顾学业和唱歌 他便选择了辍学 将主要经历集中在歌唱事业 但第一次面对大型节目的摄像机 使他突然空白不知所措 虽然这部光荣的表演经历 让他被各个电视台冰封冷冻了一段时间 但星光总是难演的 邓丽君凭借其独特的魅力 最终成为群星会最受欢迎的明星 1970年1月 邓丽君来到中国香港 参加香港工展会主办的 白花油慈善义脉 这是他步入歌坛 两年后第一次来到这里 当时白花油药厂是当地极具规模的一家企业 每年该公司的董事长 都会邀请明星来进行义脉活动 当日义脉所得最高者 即被封为当界的 百花油慈善皇后 让邓丽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经他手拍出的第一件物品 就被抬到了5150元港币 为此 该公司董事长按照惯例 当场封邓丽君为白花油义脉皇后 由此 邓丽君成为该展会义脉历史上最年轻的皇后 展会结束后 邓丽君这个名字相继疯狂出现在当地各个电视节目报道中 这无疑使他的知名度又再提高了一层 8月 邓丽君跟随凯生综合艺术团再次来到中国香港演出 此时此刻 邓丽君已对香港产生了一丝亲切之感 再次来到这个自己梦寐以求的城市 他的心情十分舒展 同样 这次他也没有做特别的打扮 依旧以他清新自然的形象 站在公众和媒体面前 这曾在中国台湾引发过强烈效果的形象冲击 此时在中国香港也发挥了同样重大的作用 那个年代 观众只知道明星各个都浓妆艳抹 从来没有见过拥有如此清纯模样的明星 小清新的风格再次成功征服了当地观众的心 对于邓丽君的再次来访 人们纷纷表示热烈的欢迎 邓丽君演见歌唱事业取得巨大发展 他岁又开始朝着电影事业前进 1970年10月 邓丽君与张冲合作 参与演出了他人生的第二部电影 歌迷小姐 邓丽君通过在片中担任女主角丁当 使他成为了众所周知的歌迷小姐 邓丽君在走完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行程后 他这只快乐的百灵鸟眼界变得更加开阔起来 他在心里希望自己的歌声可以传播得更远 从1971年2月到1972年8月 邓丽君开始在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和越南等地巡回演出 足迹几乎遍布整个东南亚 俗话说 一个生性善良的人 总能很好地运用自己的能力 去播种更多的善心 来创造更多的善举 许是因为邓丽君自己从小就生长在一个 家庭条件比较穷苦的环境里 所以他成名后 总是忙于参演各种意脉 一眼活动 用他自己的能力 去帮助那些需要关怀的贫苦人群 邓丽君虽然盛名在身 他面对公众 从不端明星的架子 总是一副温和亲切的形象 他的歌 他的人 都是人们感受到浓浓的爱和关怀 就像一阵春天里最轻柔的风 抚平了每个穷苦人心中的伤痕 虽然播种总是辛苦的 但收获也是美好的 在邓丽君忙着四处 培植善心的同时 不知不觉间 喜爱和关心他的人越来越多 人们都觉得 这位长相甜美的女子 是天上下凡的仙女 她来到人间 就是为了拯救极苦 安慰民心 由于邓丽君在演出之余 总是热心参加各种慈善一眼 深深赢得了海外同胞的赞扬和钦佩 人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一眼皇后 自1969年以来 邓丽君就一直与华人同在 只要有华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 就会有邓丽君那飘逸的身影 以及她那婉转的歌喉 邓丽君的歌声越来越深入民心 她迅速成为风靡东南亚的 当红歌星 从邓丽君第一次离开台湾后 她的美好年华 基本都是在辛勤的奔波中度过 周车劳顿 身边也没有至亲的人 邓丽君有时不免会感到有些孤单 但她内心同时也充满了欢喜 从小 邓丽君就渴望能靠自己的努力 走到外面去看一看 她更希望凭借她自己的努力 帮助更多像她一样家境贫寒的可怜人 后面也事实证明 她做到了 在邓丽君演唱事业发展到如日中天时 关于她的一些恶毒的谣言 不知为何 从四面八方汹涌聚集 就像苍天突然落下的一场瓢泼大雨 迅猛有力 狠狠地朝着邓丽君砸了下来 有一种谣言说 邓丽君在东南亚巡回演出时 不小心感染上某种疾病 目前她已经被秘密转送到台湾某医院 还有一种谣言 将这种疾病夸张化 添有加醋的 由一种小的疾病 变成一种大的顽疾 甚至还是一种致命的 有着恶俗名字的疾病 更有一种说法是 邓丽君已经死亡 最有意思的是 这些论断 全都说得有理有据 就像是真的 关于这些谣言是怎么传出来的 甚至也没有具体的消息 有人说是因为邓丽君在与某明星共同登台表演时 那位明星极度她的知名度 下台后就同她翻脸了 故意整了这些小的消息出来 以发泄自己的心头之恨 还有人说 邓丽君因为拒绝某位娱乐公司经纪人的邀请 所以这位经纪人就联系媒体 制造和发布了这些消息 下时间谣言四起 四借助了东风知识 愈演愈烈 散布谣言的人言之凿凿 使得听到谣言的人 也变得将信将疑 邓丽君的一些亲朋好友 固然不信她已经去世了 但谣言如此言之凿凿 他们便不免为她担心 终于 邓丽君也在台湾的父亲邓叔 再也坐不住了 他连忙给当时身处东南亚的女儿打电话 几秒钟后 电话接通 当听筒里传来女儿熟悉的声音 邓叔这才又把一颗心放回到肚子里 而邓丽君与父亲的反应却全然不同 邓丽君作为流言蜚语的直接攻击对象 反而坦然淡定得多 也许邓丽君此刻又是天空里那朵最洁白纯净的云 任凭世事变幻 他仍出心不改 起初邓丽君听到这些谣言 他也很好奇他们从何而起 但他却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担忧焦虑 邓丽君一向会致蓝心 他如何不知道自己身处鱼龙混杂 风云变幻的娱乐圈 他难免会因为自身关注度高 而受到小人的诽谤 但许是因为邓丽君成名和出道的比较早 他早就摸清了娱乐圈的这种 陈旧腐败的风气 又或许邓丽君天生就是一个 善于坚持自我的人 只管做他自己心中认为对的事情 不愿过多理会 世人的胡搅蛮缠 总之不到二十岁的邓丽君 虽然依旧是那张稚嫩的脸庞 但他心智却成熟地想经历了许多风雨的成年人 邓丽君面对报道自己已经身死的恶毒谣言 他更是以一种轻快的姿态对待 他还说道 做人嘛 早晚有一天都会死的 只是我有幸在活着的时候 听到自己的死讯 这也算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邓丽君知道 只要自己不倒 那些恶意传播谣言的人 也就无法取胜 只要他性情坚定 自能攻破一切流言 后来 有关邓丽君的流言渐渐少了一些 但作为一个出没于公众面前的明星 邓丽君需时刻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 虽然邓丽君不是一个热衷于解释的人 但他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契机 向那些真正关心他的人发出声音 以此证明自己 的确没有遭遇过如此种种不堪 这不仅关系到邓丽君他自己的声誉 更可以慰藉亲朋好友 以及忠实歌迷 影迷的心 终于邓丽君得到了一个机会 当时台北联合报复刊开辟了一个各说各话的专栏 并邀请邓丽君执笔写一些自己的心里话 正站在风口浪尖的邓丽君便决定 借这个大好的机会做出反应 他写了一篇名为《我复活了》的文章 交于报刊的编辑 第二天这篇文章就与万千歌迷影迷 见面了 这篇文章总体虽不是很长 但却字字珠积 邓丽君在上面明确摆出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这些莫须有的谣言 我不听 更不会去传播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无聊的事 邓丽君这篇简简有力的声明 轻易地粉碎了那些狂妄 但却虚弱的恶意诅咒 好了亲爱的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读到邓丽君身处谣言之中 依旧保持淡定 虽然他不屑解释 但这毕竟是关他的声誉 他还是找机会明确摆出了自己的观点 来慰藉亲朋好友 以及忠实歌迷影迷的心 虽然这份简简有力的声明 轻易地粉碎了那些狂妄 但却虚弱的恶意诅咒 但身处风口浪尖的邓丽君 能够化解掉所有的谣言吗 这些又会带给他怎样的影响呢 1973年 日本的保利多公司 想寻求一位容貌清丽 歌喉清甜的女歌星 来作为重点培养对象 于是就派两位员工 到中国香港的大小歌厅夜总会 去寻找可诉制裁 两位星探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 行遍了整个香港 最后终于在东方歌剧院 发现了邓丽君 他们觉得邓丽君正是公司 一直苦苦寻觅的未来星星 于是他们立即与公司 驻派在中国香港的负责人 取得联系 相约一起去拜访这个女孩 一开始 邓丽君的父母对此事有所顾虑 但后来 保利多公司的制作部主任 周牧人 亲自前来说服邓丽君 及其家人跟他进行签约 就这样 邓丽君得到了去日本发展事业的机会 出到日本 邓丽君在保利多音乐公司的面试 十分不顺 那天 在保利多公司的录音大楼里 邓丽君演唱了一首 《无论今宵或明宵》 这首歌的旋律 邓丽君自是十分熟悉的了 但此时此刻 或许因为在他面前 多了许多专业审视的头脑和眼睛 这使得一向 飘逸洒脱 从容不迫的邓丽君 发挥的并不是很好 而更加糟糕的事情 还在后面 在邓丽君进行唱片录制时 依旧困难重重 他和制作人的合作 也是磕磕碰碰 虽然只是几首老歌 竟还是耗费了三个多小时 才完成 待到播放时 邓丽君一颗心 仍然紧张地提在嗓子眼 随着曲子旋律 缓缓地从先进的 录音设备中流淌而出 邓丽君的声音 终于响了起来 然而 这不是平日里 那滋润大地的绵绵细语 却有些像 一根钢针 划破了长空的寂静 听到这样的声音 保利多公司的老板们 各个面面相去 一分钟后 人们开始交头接耳 互相哀声叹气 他们都因惊讶 而睁大了双眼 这就是他们花重金 聘请来的 优秀华人歌手吗 只有这样粗浅的水准 如何能在日本市场 站稳脚跟 空气仿佛瞬间凝固 让在一旁的邓丽君 紧张地不知如何是好 正当很多人 为邓丽君感到汗颜和发愁时 一旁的渡边娱乐公司 却看到了邓丽君身上的亮点 虽然这家公司 并不隶属于保利多公司 但他们两者相互之间 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为充分挖掘邓丽君 以及偿还保利多公司的 一份人情 渡边公司的总经理 将邓丽君接到了自己公司 并安排人员 专门负责交他日语 对他进行系统的音乐训练 这对邓丽君来说 莫不是一个天大的惊喜 邓丽君进入公司后 他积极配合公司的各种 章程和安排 每天都积极努力 梦想着自己能够早一天 为公司做贡献 早一点放飞自己心中的梦想 学日语 是邓丽君每天务必要完成的重要任务 因为在中国台湾时 他翻唱了许多日语歌 所以这在他学习日语的过程中 为他提供了不少的便利 但日语与国语 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 他只能从最基础的音标和发音学起 勤奋换来了好消息 不出一年的时间 邓丽君便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 为让自己尽快地融入日本市场 获取日本听众的喜欢 邓丽君总是严格要求自己 他要一下子适应 与中国港台地区风格迥异的日本音乐 并不是一件轻松简单的事 那时的日本正是青春偶像歌手的全盛时期 整个歌坛笼罩着一种娇柔造作的浮夸氛围 很多来日本发展的外国歌手 为迎合市场需求 尽管深知偶像路线或许并不适合自己 但也都纷纷穿上迷你裙 在发间别上大朵蝴蝶结 以此来哗众取宠 邓丽君对此不敢苟同 他骨骼清透非俗流 更深知自己不适合此种风格 因此在他演出时 依旧保持着他一贯的港台风 不修蝙蝠 不做修饰 力求清新脱俗 在演唱方面 邓丽君也依然保持认真严谨的心态 用心唱歌 站在美光灯下的他 眼里只有听歌的人 心里只有想唱的歌 他的世界从不肯为名利和浮华所停留 很快 随着邓丽君在各大夜总会的频频亮相 日本音乐界刮来了一阵清新风 邓丽君清新脱俗的形象 像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一样 让日本听众耳目一新 邓丽君清新自然的演出风格 给浮躁的娱乐圈带来了丝丝清凉 有谁能不喜欢这样的邓丽君呢 随着更多的日本听众 开始对邓丽君展开疯狂的崇拜和追捧 邓丽君的演艺生涯 在日本登上了另一个高峰 这年十月 邓丽君应邀参加第七回新速音乐祭 在比赛中 邓丽君最终以585票成绩 获得评委一致青睐 摘得本届赢奖大奖 随后各种好消息接踵而来 11月 邓丽君荣获全日第16回唱片大奖的新人奖 当年他仅有21岁 空港异曲的成功 为邓丽君迎来了许多殊荣 也为他成功打开了日本唱片市场 从这以后 邓丽君的歌唱事业更加蒸蒸日上 他的辛勤努力终于换来了光明 邓丽君成功加入保利多公司后 他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优秀作品 1975年 他推出《岛国之情歌》的第一集 《再见我的爱人》 其中有他的成名曲《空港》 随后的9到10月 邓丽君再次回到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 展开巡回演出 10月底 他在香港参与录制了 邓丽君电视特辑 1976年 邓丽君首次在香港的 立舞台登台演出 3月即在当地举办个人演唱会 歌迷们纷纷热情前往 现场都激情高昂 由于第一次演出 获得的巨大成功 此后一连几年 邓丽君又在此地举办了 多场个人演唱会 同样都获得了歌迷们的热烈反响 此时 邓丽君已在日本 接受了三年的正规训练 他对音乐有了更加深刻的领悟 他开始将一种 比较现代化的表演方式 带到华人世界 当时 中国流行音乐 虽已取得一定的发展 但在演出形式上 相较于日本等其他地区 还比较落后 中国港台地区的演出 一般都只注重歌手本人的特色 而日本等其他地区的演出 除此以外 还更加注重整个舞台的演出效果 一般在中国港台地区的舞台表演上 舞蹈大多只起点缀作用 而乐队则是更简单的伴奏 邓丽君从这两个方面进行强化 使得整个演出的舞台效果 达到了一个较为先进的水平 邓丽君在香港开演唱会时 每一场演唱会的门票 总是在第一时间就一手而空 舞厅门口更是挤满了 来等着买退票的人 在演唱会现场 邓丽君从始至终都亲切可人 他会趁着旋律建奏的空档 与台下歌迷们亲切握手 甚至为他们送去几句问候 但凡音乐响起 邓丽君朱唇清起 人们总是会沉醉其中 一旦歌声停住 轰天的掌声从四处响起 震耳欲聋 欢呼声如热浪般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人们挥舞着手臂热情高涨 所有的声音会合成那个动听的名字 邓丽君 邓丽君 喊叫声与掌声彼此交错 经久不息 可以说香港是邓丽君的一块福地 这座城市东西融会 到处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 使邓丽君沉醉 邓丽君怀着深切的感情 为这座自己所钟爱的城市 引航高歌 他所发行的唱片 也获得了当地人们的大力支持 既邓丽君成功开拓出日本唱片市场后 他又开始忙于奔波东南亚 中国香港与日本三个主要市场 由此邓丽君个人演唱会也紧锣密鼓地展开安排 虽然辛苦 但邓丽君乐此不疲 1978年 邓丽君又以两张大碟 荣获香港第三届金唱片奖 其中 爱情更美丽 一封情书 都是白金唱片 几年中 邓丽君步履匆匆 从中国台湾到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到东南亚 再到日本 各处都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他每一次都是来去匆匆 每一次都沐浴在花海之中 在丰富的行程中摘下了无数桂冠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整个亚洲因为邓丽君 披上了一层绚烂耀眼的兵分 而邓丽君像个忠诚的追梦人 在前进的道路上 不知疲倦地奔跑着 虔诚似近 然而天命无情 再美的红花也有凋零 他不知道 前方也会有风雨 并且那场大风暴 竟会来得如此迅迹 在邓丽君将近三十年的歌唱生涯里 一切还算是一帆风顺 没有遭遇过什么大的波折 邓丽君从十四岁开始 在歌唱方面崭露头角 就被广大的听众所认可 所接受 随后他还多次拿下过歌唱比赛的大奖 邓丽君在当时飞升世界的 日本著名保利多娱乐公司的培养下 走出中国港台地区 到东南亚 日本等地 进行巡回演出 事业可谓是蒸蒸日上 正当邓丽君的演唱事业冲上巅峰之际 一场假护照风波从天而降 使他整个人从云端跌入谷底 这件事给他的心灵带来难以磨灭的沉重打击 1979年2月18号 这一天注定是邓丽君一生中最为沉重的梦魇 这天 整个日本脚脚落落 凡是能够买得到报纸的地方 都能看到这样一条触目惊心的消息 邓丽君因违反日本的出入国管理令 被东京出入国管理事务所拘留 要求他配合事务所人员 进行整个事件的背景调查 刊登在东京新闻日报上的一则新闻 则更为细致地叙述了整个事件的原委 文章的题目叫做 歌星邓丽君因为一张伪印度尼西亚护照 锒铛入狱 日本经济新闻上 也以邓丽君假护照案发 移民局将其收审为题 进行了跟踪报道 在日本家喻户晓的华人歌手邓丽君女士 此次应保利多公司索邀 由香港飞至东京 拟出席该公司专门为其举办的演唱会 自1974年来日本发展以后 邓丽君女士一直都拥有比较良好的群众口碑 其所发行的空港唱片更深受全国听众热捧 此次的假护照风波 邓丽君女士言和一念之差 做出这样有损明星形象的错举 实乃令歌舞界痛心之势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月13号下午4点10分 邓丽君结束自己在东南亚的演唱活动 由中国香港搭乘中华航空公司班机 飞往台北松山国际机场 原本邓丽君打算直接飞往日本 又因没有买到直飞机票 只好先飞往台湾 然后从那里转机 带到邓丽君抵达台北机场 他立即请求中华航空公司予以接洽 说明自己想要搭乘飞机赶往日本 不巧的是 邓丽君要搭乘的航班已经人满为患 他没有提前订票 所以无法临时安排机位 听到这个消息 邓丽君非常着急 保利多娱乐公司早已为他安排好了所有日程 邓丽君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赶去进行专辑录制 平时做事一向有主见的邓丽君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困境 因事情棘手又事发突然 一向冷静的他竟也有些不知所措了 这时邓丽君灵机一动 他从包包里掏出一张印度尼西亚护照 到入境室询问海关查验人员是否可行 几分钟后 他还是得到了一个委婉的拒绝 护照上虽有日本的签证 邓丽君却是出生在中国台湾的华人革星 最为关键的是 护照的持有者并不是邓丽君本人 在海关查验人员的追问下 邓丽君只好到处实情 这是他在印度尼西亚演出时 一位朋友送给自己的 为了赶上歌曲录制 邓丽君连这样极端的方法都想到了 最后邓丽君实在是没办法了 他只好转乘飞机去到中国香港 打算从那里再转机飞往日本 第二天 日本东京各大新闻媒体 就报道了邓丽君 吃假护照入境的事件 当时 邓丽君从中国香港转机飞到日本 他一下飞机 急出示印度尼西亚护照 给海关人员验证 由于验证人员不认识邓丽君 他被放行 2月15号 日本出入国管理局东京事务所 便接到印度尼西亚 驻日大使馆的通知 大使馆来电话称 邓丽君所持用的护照是伪造的 16号晚上 日本出入国管理局 东京事务所工作人员 来到邓丽君所入住的大饭店 在此等待邓丽君进行调查 邓丽君在接受日本官员审查时 他对自己使用假护照入境的事情 供认不讳 听了邓丽君的陈述 出入国管理事务所要求他 第二天一早到该事务所报道 此日经过初步审讯 邓丽君被留置于收容所内 日本出入国管理局东京事务所官员 单方面认定邓丽君 这是在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进行狡辩 担心他的背后 存在一个专门制造假护照的犯罪集团分子 所以将他直接扣留下来 2月17号 邓丽君在几名日本出入国管理局 东京事务所官员的押解下 被带到了东京港区 港南丁牧的入境管理局 所设置的女子收容所 这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邓丽君没有一点心理准备 他的亲友得知此事后 同样不知所措 更恐怖的事情还在后面 一个当红歌星 突遭如此重大变故 娱乐圈的媒体 当然不会放过 借此炒作的大好机会 他们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对整件事情进行添油加醋 并对邓丽君展开狂轰烂炸 导致他心理焦脆 几天以后 邓丽君所等待的真相 终于浮出水面 日本出入国管理局 东京事务所 在经过系统的调查后 公布如下结果 邓丽君所持有的护照 是千真万确的 印度尼西亚护照 他背后也不存在什么 制造假护照的集团 陈渊得雪 邓丽君当天即被释放 尽管真相大白 日本方面还是决定将邓丽君 驱逐出境 并下令遣送 一年之内不准他再入境 邓丽君在日本奋斗历时五载 至此也被破坏下了一个休止符 坐在遣送的飞机上 邓丽君穿梭在云霄里 他透过一旁的窗子向外看去 雾碍迷蒙 正如他此刻的心情 这五年来 有艰辛 有付出 有收获 有心酸 如果不是这场假护照风波 他无缘体会 这世间的人情冷暖 五年的时光 邓丽君长大了 人和他的演唱技巧 都在逐渐成熟 每次登台 他总能收获许多鲜花 掌声 这件事让邓丽君知道 即使他做了大明星 人生路也还会充满艰辛 一条怎样的路 才算不辜负自己的人生呢 想着想着 邓丽君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暂时离开娱乐圈 到美国继续深造 于是邓丽君在美国旧金山 找了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段 他在这里开始补修英文和艺术 邓丽君一天的生活 是这样安排的 每天起床后 他先听听唱片 就是那些婉转美妙的音乐 轻轻嗓子 练练歌 下午他会去逛逛街 欣赏下各处风光 有时他会和朋友一起约会 聊聊家常 等到晚上七点 他就去学校上课 一直到十一点 准时下课回家 这阵子 邓丽君主要的活动 就是读书 上课和练歌 他的生活十分简单 每天的打扮如出一辙 穿一身干净的白衬衣 一条蓬松的牛仔裤 看上去清爽可人 当时在加州进修的学生 大部分都是外国人 很少有人知道邓丽君 他完全可以像个普通人那样 过轻松自在的生活 这种生活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 一些歌迷在得知他的去向后 竟不远万里 从故乡追到了这里 歌迷们依旧热情 他们真心拥戴着邓丽君 每天 加州大学门口 都有一群人提着大花篮 一脸认真的 等待着偶像到来 与歌迷一起找上门来的 还有各种媒体记者 他们并不真正关心邓丽君 来美之后的生活状况 却需要这样的材料 来吸引更多的读者 邓丽君清静的生活 一下子被打破了 像一个美丽的花瓶受到晃动 跌落在地面 发出一声不和谐的破碎声 邓丽君为了躲避这些讨厌的记者 他先后几次更换家中电话 媒体似乎都长了天眼 新电话没几天 又烦躁地响个不停 邓丽君为了帮助自己 更好的转移注意力 专心进入书海里 他在读书这件事上 倾注了更多的心血 邓丽君很喜欢读书 他觉得在书中 可以学到不少知识 也是人生认知这个世界的 一种有效方式 他还打算选修电影编导 这期间 要是能有个好姻缘 他很有可能也考虑成家 这是邓丽君为自己规划的 美好未来 在美国生活一向低调的邓丽君 没能如愿过上 他所期待的平淡生活 在邓丽君的内心深处 他从来都没有放下过歌唱的梦想 再加上邓丽君所在的娱乐公司 计划要将他推向国际 只是因为前段时间爆发的假护照事件 只好将计划暂时搁浅 如今邓丽君来到美国进行深造发展 保利的公司又将计划提上了公司议程 为邓丽君在美国举行了两次巡回演出 第一次巡回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 准备不够充分而失败了 这个结果令曾经荣誉无数的邓丽君感到失望 但他很快振作了起来 1980年夏天 保利的公司针对美国音乐市场做了一番细致调查 并为邓丽君量身打造了一场符合他个性的演唱会 邓丽君的这次演出与第一次的失败大相径庭 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邓丽君美国巡回演唱会一共安排了三站 第一站纽约 第二第三站则分别是旧金山和洛杉矶 保利多公司和邓丽君本人都对此次演唱会给予高度重视 从舞台灯光到音响 公司全部投资使用当时行业内最高水准的器材 负责为邓丽君演唱伴奏的 是一支来自日本的专业乐队 演唱会的时间是在七月 门票早在六月份就全部收空 据说当天林肯中心的订票电话响个不停 要求订票的听众来自四面八方 一个女老板 她未能赶上邓丽君的演唱会 马不停蹄地开着私家车到机场 再转机飞到纽约 还有一个年迈的老人 头发花白 双手拄着拐杖 她一见到售票员就激动地说 我能留在这个世上的时间不多了 人生最后的一个心愿 就是能亲眼看到邓丽君小姐的演出 7月19号 邓丽君演唱会进行彩排 对于邓丽君来说 演唱从不存在彩排 她习惯把每一次登台都当作最重要的表演 并享受其中 乐在其中 美光灯下 那身着一身彩色礼服的人甜美地笑着 整个林肯大厅都飞扬着轻柔的音乐旋律 和她独特的邓氏声线 台下的工作人员都陶醉了 在一旁负责报幕的主持人也跟着醉了 世界是晕眩的 就像每个人都陷入了一个沉沉的美梦 更让他们无比惊讶的是 期间邓丽君竟然能够熟练地使用英语 日语 粤语等多种语言 同在一旁进行演奏的乐队 琴切交流 邓丽君像一只深披霞光的五彩蝴蝶 在大厅上空 缓缓地飞翔 将那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美 沉淀在每个人眼里 再渗透入心 次日 林肯大厅光芒万丈 这一个万众瞩目 神圣光辉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美光灯 剑刺打开 舞台亮起 音乐响起 邓丽君跟随节拍 缓缓走下升降台 他一袭粉红色纱裙 脸上依旧洋溢着如春风般醉人的微笑 这是属于邓丽君的时刻 邓丽君朱唇清奇 唱了一首《爱在我心中》 一首歌完毕 台下立刻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人们欢呼着一遍遍呼唤邓丽君的名字 他以笑回应 紧接着 邓丽君依次演唱了 《小城故事》《甜蜜蜜》等多首知名作品 随着一首首不同的旋律绽放 台下的听众始终跟随着邓丽君的演唱节奏 时而挥舞手臂 时而热烈鼓掌 时而欢呼他的名字 配合得天衣无缝 整个演唱会气氛高涨 邓丽君最后演唱了一首《再见我的爱人》 我的爱人再见 相见不知是哪一天 台下的听众们不愿说再见 在他转身将要离场时 台下集体高呼 再来一首 再来一首 盛青南雀 邓丽君笑着说 好吧 我再为大家献唱一首 几分钟后 他出色地完成了演唱 再次准备离场 台下又是 再来一首 再来一首 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邓丽君只好再次聪明 一直到不知道第几次返场 听众的呼声才渐渐小了下去 第二天 纽约各大著名报刊 就对演唱会进行了详细报道 很快 美国市民都知道了一个 来自中国台湾的著名歌手 邓丽君 此后 邓丽君在旧金山的演出更是频繁 他笑眼如花 顾盼生姿 在远离故土的大洋彼岸 邓丽君可以尽情书写自己的传奇 在美国演唱会取得的巨大成功 也使得邓丽君迅速风靡中国大陆 此后 邓丽君在旧金山的演出更是频繁 他笑眼如花 顾盼生姿 在远离故土的大洋彼岸 邓丽君可以尽情书写自己的传奇 在美国演唱会取得的巨大成功 也使得邓丽君迅速风靡中国大陆 日后风靡国际的歌唱巨星王菲都说 自己小时候很迷恋邓丽君 经常模仿他的唱枪 邓丽君的歌好似春风十里 吹遍了神州大地 温暖着每个国人的心 台湾当局没有料到 一个受致命事件打击的歌星 非但没有因此沉沦 反而比以往更加辉煌 也更受人爱戴 在国际上造成的轰动影响 使得邓丽君成为中国港台两地 日手可热的妖艳艺人 每个电视台都已邀请邓丽君出席 倍感荣幸 同行业之间更是默默地展开了 无声的抢人争夺战 1980年 邓丽君返回台北巡回演出 此后 他一直往返奔波于中国港台 东南亚等地区 期间 他仍然坚持参加各种艺演 做了不少善举 1983年 在公司的帮助下 邓丽君正式推出 全新古典专辑 《淡淡悠情》 这张唱片是邓丽君一个大胆的尝试 他亲自参与了制作 策划 这张专辑本身也具有与以往歌曲 十分不同的独特之处 其中收录了由唐 宋 圆等历代词坛大家的婉约词作 邓丽君为把这张专辑做得更好 他投入了巨大的热情 演出之余 只要一有时间 就翻看这些古诗词原作 一遍遍莫读原文 加入自己的理解 穿梭在这些优美的古典词作中 邓丽君俨然化身为古代美人 即天地灵动于一生 优美的声线 将词中渗透的忧伤 愁思完美演绎 让人过而不忘 这张专辑问世后 听众送名为《梦幻专辑》 1983年2月 邓丽君应邀 前往美国拉斯维加斯 凯撒皇宫举办个人演唱会 当时他是第一个站在凯撒皇宫 演出的华人 随着风霜伴我行的前奏开场 邓丽君不知疲倦地演绎了 《再见我的爱人》 《甜蜜蜜》等多首歌曲 此次演出获得极大成功 人们争先恐后地 赶到演出场地 想要意读邓丽君的风采 皇宫内的座位原本只有1100个 最后增加到1500个 大厅内人头攒动 每个人的空间十分有限 有人甚至愿意花高价 从黄牛手中买战票 邓丽君带着万分激动的心情 他饱含深情地为大家演唱了 《何日君再来》表示感谢 从这以后 邓丽君的头衔又多了一个国际巨星 前途宽广 春风得意 邓丽君带着满满的收获 行走在自己的人生路途中 1983年12月29号 邓丽君在香港红磐体育馆 举办个人演唱会 这场演唱会名为 15周年纪念演唱会 是他为了纪念自己 出道15周年专门举办的 这场演唱会 一举创下香港歌坛的四大记录 首次在红磐体育馆连演六场 长场满座 观演人数达十万人 当年的演唱会最高票房 这场巡回演唱会 历经中国香港站 新加坡站 马来西亚站 直到中国台湾站 声势浩大 其中中国台湾站的 演出参观人数 盛况空前 演出效果极其震撼 是邓丽君演艺事业的 又一个巅峰 被媒体称为 十亿个掌声演唱会 全球华人歌手中 也只有邓丽君一人 当得起这样的盛赞 从1975年到1983年 邓丽君在香港的唱片销量 高达500多万 这在当时的华语歌坛 还是第一次 盛名雷雷 更添荣誉 邓丽君不再只属于 一方水土 而是国际巨星 邓丽君虽名声大了 可他初心不改 演出结束 回到家里 当面对自己 他依旧是那个怀抱梦想 一心想要过简单生活的 普通女人 好了 亲爱的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读到 邓丽君虽遭受 假护照风波打击 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 反而比以往更加辉煌 更受人爱戴 邓丽君成为了国际巨星 与他自己而言 他还是想做一个 过简单生活的普通女人 那邓丽君 能得到他想要的爱情 过上他所期待的 简单生活吗 让我们期待 明天的阅读吧 感谢观看